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以年常年期第三主日 读经一选自《约纳先知书》 内容在讲述尼尼威人听了《约纳先知》的宣讲之后 于是离开了写道信从了天主 由于他们的悔改 天主的怜悯便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而使得他们免除了一场灭城之祸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稣诞生前大概八百年左右 而约纳这位先知为他的那个时代来说 乃是一个新社会即将来临的记号 这个记号标示着那旧有的腐败社会 就要被天主改变欲格性 在新约时代 一个比约纳先知更大更圆满的记号来到了 那就是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向我们宣告 那个已经临近了的新世界 而这个新世界就是天主的国 今天耶稣在马古福音中就这样向我们宣告说 时候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 而本主日的第二篇读经 格林多人前书里面 圣保禄中途所说的话 正是回应了耶稣在福音中的宣告 保禄这样说 今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 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 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 至产的要像没有财产的一样 享用这世上财富的要像不享用的一样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正在逝去 弟兄姐妹们 保禄他这些话 听在我们的耳里 真的有些逆耳 也感觉有些奇怪 然而保禄的意思是什么 保禄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 我们人必须悔改啊 必须信从福音啊 要以一种有别于过去的新眼光 一种透过福音的精神 去判断万事万物的新眼光 重新去衡量所有事物的价值 而不把红尘世界的事物看得过分重要 却要把天主作为生命第一顺位 具体来说 紧握紧握的手 不再执着于他人情绪 物质 物质 结果 想法 可望 需求和欲望 通通通通放下 没有错 虽然承认及接受自己的渴望与期盼是很重要的 但是 借由放手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不论是解决生命的问题 或是想改变他人 亦或是为获得自己所渴望的 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事实上 我们的生命经验都一直在教导我们 紧抓着不放 只会让我们钻进牛角尖当中 更让我们陷入绝境里头 然而我们总是执迷不入地认定 事情一定非得要往我所想的方向发展 如此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活就只能一直深陷在周而复始的泥闹当中 而活得爱手爱脚 所以 保禄在这里鼓励我们 就是放手 清空 让天主充满我们 那么我们便能够获得那在天主内的真自由 在这个真自由里 也许我们原来渴望的具体结果并没有发生 但天主却让他发生了更美好的事 是远超过我们所渴望的 这就是保禄中途 面对正在逝去的世界时 交给我们 为接受那已经临近的天国的必要法门 这法门就是放向 让天主捉住 而这正是耶稣在今天福音里所宣告的悔改 最具体的回应 然而 弟兄姐妹们 那已临近的天国在哪里 当我们听到耶稣所宣告的天主的国的时候 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 习惯性地举目望向空中的浮云 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或渴望一块不染世俗尘埃的净土 又或者是愤世极俗地渴望一个 能够跟外面那个低俗笔漏的世界 隔开来的地方 但是 真实的情况是 天国既不在浮云上 也不在人间净土里 更不在愤世极俗的妄想当中 甚至我们可以说 如果我们不一而再 再而三地把我们的视线 拉回到我们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上 与所有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一起作伴 一起同行 那么耶稣所宣讲的天国 将永远处在我们生命的视野之外 因此也就无法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 为了将天国实现在我们当中 天主把同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聚集到他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身边 而这个以耶稣为中心的团体 就是教会 天主教教理 称这个教会为 天国的诱衙和开端 因此 弟兄姐妹们 本主的福音 也向我们叙述了 第一批接受耶稣的招教 而进入教会的整个受召的情形 当耶稣召教西满伯多路和安德勒 这一对兄弟时 他们正在撒网捕鱼 耶稣的召唤 就像磁铁一样 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对这对兄弟来说 那些欲望不只是象征了他们所赖以为生的工作 也象征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他们是努力奋斗 为生活坚持不懈的小人物 就如同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 老人于海当中 海明威笔下的那位 欲汹涌的波涛 欲大于搏斗的那位老人一样 借着辛勤工作 为生活建立了一番愿景 他们很可能是每天 在曙光尚未出现前 就已经出海捕鱼的第一艘渔船 同时也是最后一艘回航的渔船 他们很努力 但福音告诉我们 当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时 他们便立刻抛下渔网 跟随了他 而再博得的两个儿子 雅各伯和洛王 这对兄弟的蒙召 与前一对兄弟的蒙召情况 虐有不同 当耶稣来召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处境 并不是在抛网捕鱼 而是正在船上修捕鱼网 整理鱼网 这显示这两位年轻人 他们相当认同自己的父亲 以及父亲所开始为家庭陌生的 这个捕鱼的事业 所以他们所做的不只是一份事业 更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而辛勤工作 他们不像西满伯多路和安德勒 他们并没有什么创新的愿景 他们主要的是在维持一些 从父亲传下来的旧有价值 当然包括了家庭的价值 但是当耶稣召教他们的时候 福音这样告诉我们说 他们就把父亲赛伯德和佣公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事实上弟兄姐妹们 当西满伯多路和安德勒 这对兄弟放下愉望时 他们同时对生活中的一切 包括对他人不健康的牵盼 伤害自己的负面情绪 物质的欲望 凡事都要看到的结果 以及他们的想法 渴望需求等等等等等等 也都通通放下了 而雅各伯和若望这对兄弟所放手的 却是旧有的价值 还有他们的家庭 所有这些愿意接受耶稣的招教 度一种悔改和信从福音的生活 并与耶稣紧密契合的人们 他们孤注一子地 将自己作为渔夫所赖以为生的渔网抛下 以及作为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庭放下 因为他们深信 耶稣会带给他们丰盛的生命 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在耶稣对门徒的招教当中 我们看到这招教的类型 具有一种循环的律动 这律动就如同我们每次出国 离开国境和回到国门时 都会在机场看到的出境和入境的标示 这些标示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耶稣招教我们 在这招教当中所表达出来的 那个循环的律动 来跟随我吧 这句诚恳的邀请 不只在耶稣招教 这两对兄弟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 在耶稣招教税吏马斗的时候 甚至是不管对方有没有接受的时候 耶稣最常用的邀请话语 就是这句来跟随我吧 这句来讲就是悔改 悔改的意思就是回心转移 走向耶稣归向天主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悔改正是一种初境 一种放开原本紧握不放的生命之境 并且转一个方向离开自我掌控 妄自尊大的生命模式 而进入学习谦卑 并让天主做生命之主的另外一种生活模式 这个就是初境 而有初境 而有初境 就有入境 门徒们受耶稣招教 离开自己的本位 未能度悔改的生活 并且入境 进入到信从福音的境界当中 而所谓的信从福音 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 以耶稣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人 就如在若望福音当中 耶稣曾经说过的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换句话说 当我们愿意放下一切 接受耶稣的邀请 离开我们原本的地方 转一个弯 我们便能够到达 并且进入耶稣所在的地方 而且恩宠的广度及深度 还不止于此 因着跟随耶稣所带来的恩宠 这恩宠还要像荣树的根子一样 不断地蔓延之声 而让我们可以像门徒们一样 透过信仰的见证和福音的分享 而积极地参与耶稣拯救世人的救赎工程 耶稣 他每天都在呼叫我们的生命 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在出境和入境的来来去去当中 不断地去答复耶稣的着教 耶稣自己 不就是以生命 为我们的出境和入境 做了最佳的示范吗 耶稣原本在天父身边 却取了人的形体降生成人 出境为入境 来到卑微贫穷人的生命当中 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 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 为应当把持不舍的 却使自己空虚 取了奴仆的形体 与人相似 形状也一见如人 他贬义自己 听命日始 且死在十字架上 而耶稣之所以大费周章 如此周则地 这样做 就是要把那已经临近的天国 成为我们终极的入境之所 不是吗 是啊 弟兄姐妹们 如同西满伯多禄和安德勒 以及雅各伯和若旺 这两对兄弟一样 我们也都是蒙耶稣招教 成为他的跟随者 决心决意 要度一个悔改 信从福音的生活 耶稣天国来临的讯息 必定要彻底 彻底翻新我们的生命 并且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讯息 耶稣深深地知道 不可再耽误时间了 必须立刻有所行动 所以弟兄姐妹们 遵行耶稣的呼吁和教导 悔改并信从福音吧 就让我们启动 我们生命行动的滚轮 让天主的国 在我们的生命中展开吧 阿们 神minded 我们来帮助 因此 神 claims 气 oko 哗 我在 我们ポスト